我的拜总呀 你来了都几天了 三天有了吧 就躺在沙发上弄手机 啥事也不干 我看会儿手机怎么了 你是看会儿手机吗 你自己看看 地上东西也不弄一下 都是你的包裹 你看那么大几包东西 起来整理一下 都我弄吗 不仅都谁弄我弄啊 都是我的包裹 差不多不是你的吗 没有你的 你弄一下怎么了 干嘛叫我弄了 你这些东西 你不可以弄了 我现在是啥身份你让我弄 你就用你现在的身份 来压我了 那你意思就是 你让我干活呗 这种轻活 你就干一下 我以后在家里面 是干重体力活的 对吧 搬个什么东西 扛个什么米什么的 都是我做 你这些衣服 你就自己放一下 再说你自己房间 我这些衣服裤子 那个包包放在哪里 我也不是很清楚的 你让我弄 放了三天了 走进走出 你不知道弄一下的 你不会问吗 我问你 你啥态度啊 你这两天你干什么活了 刚刚刚来先熟悉一下环境 三天还不够熟悉了吗 快点 月月我跟你说 你叫我弄这些东西 咋啦 你这种东西 你这种东西 三个大家伙 你这个先给他处理掉 你放在这里 你看 做也不好做 对吧 我晚上只有坐在这里弄视频 我在这里剪辑视频的 在你房间剪辑视频 你还要来说我 这个又不能做 浪费那么多地方 这种东西占空间 是不是这个道理 放在这里 又藏灰 有了灰你怎么弄 洗也不能洗 你妈妈上次还悄悄地跟我说呢 要把这个东西扔了 我说扔啊 她说一扔的话 月月要造反了 要大发雷霆了 你知道吧 你的脾气也不好 说我呢 你看看这个 你看一层灰 有什么用啊 天天和她对眼啊 这个两个眼睛 大眼瞪小眼啊 你是两个小眼 你瞪她两个大眼 好玩啊 以后多你两个眼睛吗 你看看 你这个东西给她处理掉 扔到垃圾桶里面去 什么扔到垃圾桶里面 这些都是我的大宝贝 你给她扔了 这么新的都是 大宝 二宝 三宝 那你肚子里面是排名第几的宝贝啊 小宝 扔了算了 你这不要了 你先把你的衣服什么都整理一下 我待会还有活让你干的 啥火 把我这几个沙发给我擦一下 第三天就开始干活了 对啊 这沙发你看 之前都把布遮住的 现在嘛 把它拿掉了 不得擦一遍吗 以后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坐着了 擦一遍 这个上面灰 我再把它吸掉 你愿意吸你就吸吗 现在擦沙发 你沙发买个套子套上去不就好了吗 还有我来擦沙发 先擦一遍吗 上面有灰吗 擦干净的再套上去啊 你自己擦 我刚刚来 你擦不擦 我再问你一遍擦不擦 你不擦我去找我妈了 这种皮沙发我杀不来 我跟你说 这个擦不好擦坏了 你父母还要来凶我呢 来家里第三天了 把这个真皮沙发给擦坏了 那 我有专门擦沙发的泡沫 让你妈妈擦 我去把她叫来了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叫她 叫她 你干嘛用他们两个老的来压我 那你快点动手嘛 我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 我弄视频 你弄什么视频天天弄 评论要去回啊 评论是和观众粉丝的友好的互动 要回的评论 干嘛活在回吗 快点 不擦 不擦是不是 我去把我妈叫来了 妈 老天呀 我跟你说件事 是说的 我刚刚在楼上 我叫小白做点事情 她不肯跟我做呀 你这里正是什么事情啊 那个我让她把客厅里那三个皮沙发 让她洗一下 擦一下给我 她不肯 还要把我那三个东西都掉 什么东西啊 一个塞着娃娃 一个塞着娃娃们 能偷一包 帮那收房东西们 一只记账户 那是啦 我哪吒这要先能偷这 帮那种要的说的 那是我的东西 我自己处理 不要你们管 我现在关键是 她不听我的话 让她干点事情 她都不肯干 怎么办 你去说 我来去睡 小贝 你在看手机啊 哎呦 苦多些手机 你看看 他坐在那边 像个老爷似的 你看 你躺下 哎 老爷吗 你看 什么老爷了 少爷了 看我手机 坐在沙发上面 就是老爷少爷 叫你妈妈上来干嘛 你说叫你上来干嘛 你约定了是个 让我对你算 叫你个厕法烤烤烤水 前面她跟我说 叫我擦这个沙发 我这个沙发没擦过 这个真坯沙发 我怕擦得不好的话 万一这里深一点 这里浅一点了 我不会擦的 我有工具 专门擦沙发的泡泡 我怕弄得不好 不大好 我看这个沙发蛮好的 前面我好生好气跟月月说 不是我不肯擦 我没擦过这个沙发 那你叫我把这个娃娃给洗一洗 倒可以 我意思说这个娃娃就不要了 你看这娃娃放在这里 又站地方又不能坐 前面跟月月说 她不听我的话 死个呀 我拿着人家去party 你分两个party 那是party去吧 不要 这是我的东西 我说了我会处理 我现在主要你看让她做点事情 你看她又不肯 现在我妈来叫你 你又不肯 你会给个洗澡挖挖呢 让你住哪里 我会处理掉的 不要你们操心啊 现在我主要让她先把沙发给我擦一下 沙发 阿姨上来叫我擦吗 我弄一下了 现在只有我妈让我妈来压住你了 我压不住你了已经 去拿东西 我去拿东西 我去拿三天 你就让我 我去我去 你看看你什么样子 弓这个背 不是你说要先碰泡沫吗 用力吗泡沫 好嘞 这个是不是过期了 过期也可以用 你擦一点 喷一点吗 不是要全部喷好吗 这不是要全部喷好吗 那个 你妈妈前面说的这个沙发全部喷好 一块擦吗 月月 我不是说你什么 你现在总会不太好吧 怎么了 叫你妈妈上来指挥我做事情 那你又不听我的话 那怎么办 你这样我才来了三天啊 我面子往哪里搁啊 你不上门女婿吗 那要慢慢进入这个角色吗 两三天还不够你进入角色 半年 二十年 起码两三个月吧 你想多了 给我擦着这一点 擦干净一点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要么不做事 要做事绝对给你方方面面 到位的很 你放心好了 说清楚啊 擦的不好 跟我没关系啊 那跟谁有关系啊 那跟我没关系啊 我这个是不干这种活的 你要给我擦干净一点 这沙发老贵了 这个照理来说 应该是专业人士干的活 我知道吧 我帮你培养一下 你不就专业人士了吗 这种沙发多少年擦一回啊 还培养我做这个事情 以后就要进场擦 因为你以后每天都要坐在这边 我每天还住在你们房子里呢 三层 你打扫卫生吗 每天我拖三层地板 当然了 当然了 我说得出来的 当然了 这搞笑了 认真干活 废话少一点 叫你妈妈晚上烧的有营养的东西 给我补一补 哦呦 看我现在瘦的 哦呦 你还瘦啊 你哪里瘦了 哪里不瘦啊 没有胳膊 拜拜 这个 这个要擦吧 张旧擦 这个下面要擦 你看着办 我是不懂啊 完整擦饭以后是你做的 不然我都不会 我都喊他布给遮的 哎 不要说这种漂亮的话 你不要给我画大饼 我给你画大饼 从来都是你给我画饼 以前刚刚认识你的时候 我给你画点饼 现在我来你家里了 你给我画饼 你也知道你给我画饼啊 你还承认了 约约 那我这个关心你啊 这个东西我现在觉得有点味道 嗯 是有点味道啊 嗯 要么你就 过去去房间里睡一会儿 要么去 喝点水 吃点水果都可以 这里就包给我了 三个 擦干净一点 我待会来验货啊 可以 好